有一种吸毒叫韩安然,小猪先生打错字被误解,跳进黄河洗不清,韩安然和小猪先生真的是好聚好散,两个人在离婚之后也机会没有争吵,反而一片宁静祥和。 其实这也是证明了两个人对于彼此都难以认受,但是在之前小猪先生却在评论区说韩安然当孩子面吸毒。 有一种吸毒叫韩安然,原本自己并没有吸毒,但是因为小猪先生写错了字,没有解释就删除动态,所以被大家误以为这个女孩子是真的吸毒。 等到小猪先生解释的时候,大家早就先入为主了,这样一来韩安然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 根据小猪先生自己的解释,自己想打字吸烟,但是却打成了吸毒,后来自己发现写错了之后就删掉了。 不过看得出来小猪先生还是比较维护韩安然的,毕竟之前小猪先生自己说过韩安然在他心目当中一直是非常特别的,在这件事情里面没有赢家,希望小猪先生和韩安然好聚好散,不要给对方添毒了。